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去看世界竞争选拔赛 很多赛场选手 他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 十七八岁这样子 所以当时想着人家能做得到 那自己有机会也尝试 能够在这种舞台上展示的技能 后面就把这种形态 跟戏里面的领导 请示来参加这个比赛的事情 然后当时教练就要试我 成全室内装饰设计项目 然后也是抓了这个机会 拿到了整个层选拔赛第一 我也算是拿到全国 总统下的一个入场券 整个室内装饰设计项目 它的评测点可能达到200多个点 你要用这些瓷砖去切一个图案 把它阶段闪上去 就是你要控制它的领导差率 我们学校当时是一个领起步一个阶段 学校自己去摸索 当时我们在相贴的过程 我们碰到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整个墙面的平整度 是远远不够标准的 后面我们突破了这一点 用瓷砖胶把整个墙面找平 提高我们相贴的效率跟一个精度 获得金城市中青贤广东代表会 我们也没有想过 我们能走到全国总决赛一个冠军 去参加技能比赛 收获的不单单只是一份荣誉 更偏向这种解决问题的一个思维 闭幕式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广州建筑集团 有意向招了这种技能人才 我很喜欢有台湾性的工作 所以当时比完赛之后 选择建筑施工企业 参与这种项目的一个建设 我的岗位是技术管理岗 目前主要是根据厂项目 做一些安全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我自2021年1月份 来到大湾区科创走廊新桓埔 项目建设 这也是我毕业之后 开启的第一个项目的一个 技术管理工作 它的设计的结构量 非常特短 两栋超高层 有170米的钢结构 一些大型的玻璃幕墙 还有古术需要保护的 很有挑战性 只要我们通过一个F型 卡着这个模板 然后这样子 可以有效防止它这个模板 一个偏移偏差 目前女科创走廊项目 授权的是有四项 使用行程专利 还有两项发明授底 其实也很意外吧 一个绩效生来从事这些科技科研工作 其实比较少的 其实还是很有成就感 整个建筑行业 其实它设计的技术点 是非常的广 它的难点是非常的多 很需要这些技能类的人才 在大湾区的这个建筑行业 对于我们这些 技工院校的学者来说 就业前景是比较广阔的 第一次来当这个全国的一个裁判 你只会是想 谁所从今吧 希望广大青年呢 走这种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然后带有火赛 去展示精彩的一个人生 学技能呢 你一样可以点亮你的人生 让你的人生有新的一个改变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就像这样子一样 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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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